所以下一步的关键是加强疫苗的接种 要在全政府范围里加强疫苗做的 从实验室 我们在核套实验室做出来 结果可以看出来 假如说同源接种跟一源接种是有差别的 比如说两针灭活加一针的自飞的亚单位蛋白疫苗 它可以明显地提高它的抗体的低度 同种疫苗继续加弱 预防效果不会加强 但是预防重症效果还是好的 一种疫苗加强 两针灭活 只要随便一种亚单位蛋白 腺病毒或者是MIR 都可以使得这两个效果明显地提高 这是我们做出来的结果 以及真实实验显示的结果 要重点加强老年人脆弱人类的免疫接种 要特别加强对医务人类的疫苗接种 我不展开了 我们现在展搞一些鼻喷的吸入的这些方法 医务人员是最重要的保护对象 那么同时也要加快研发和批准 这个鼻喷吸入的疫苗 您的波尽 コミュ產生